当年环珠格格的主演们 如今都在娱乐圈里混得风生水起 小燕子做了导演 吴阿格做了制片人 而尔康周杰却远离娱乐圈 在东北武昌承包了上千亩土地 成了一个坐拥上亿身家的大地主 名下不仅有多家公司 在法国更是有属于自己的红酒酒庄 但再说起周杰时 不少人想起的都是 他的退圈风波和一堆所谓的黑料 当年环珠格格播出后 立马就风靡全国 火遍大江南北 周杰饰演的福尔康 文武双拳玉树林峰 一时间也是当时少女们的梦中情人 这部剧是他人生中的闪光点 但也就是这部剧 让他从此黑料不断 拍吻戏没有人生舌头的 我没有拍过生舌头 所以你跟尔康也没有 我怎么要闭得多紧啊 2004年 林馨如在一档节目中表示 周杰在拍摄吻戏时 假释真做 他的这句话 可是将周杰送进了舆论的漩涡 节目播出后 周杰自然遭受了无数网友的买码 还被贴上了人品低下 没素质 好色等标签 周杰没有出来澄清 但在许多人看来 他就是做贼心虚 积攒的名声更是一落千丈 其实那时的他在贫困地区 捐献了一所周杰希望小学 忙着在学校施工期间 亲力亲为的当监工 但他喜欢占女演员便宜的事 已经被众人给默认了 在拍摄第三部还珠格格时 马依丽饰言紫薇 有人提醒他和周杰合作时要小心 马依丽却说 合作后发现 他是一个非常敬业 成熟的演员 那么同样是和周杰合作 为什么两位女演员的评价 却又大相径庭呢 13年后 周杰给出了答案 2017年他在微博上做出回应 如果真的假洗真做 林心如为何不当场提出抗议 反而多年后要在综艺节目里提起 这下有不少网友都出来站队 力挺背了13年黑锅的周杰 我的委屈大极了 给他大100倍 一时间舆论纷纷指向林心如 但就算此时闹得沸位扬扬 他也未能得到林心如的一个正面道歉 在拍摄《少年包青天》时 有人指出周杰在拍戏时很爱耍大牌 说陈道明演技不好 还当着全剧组的面批评他 一点情面都不留 更是故意晾着李冰冰 让他泡在水里等着他上厕所 周杰在节目中回应得很无奈 如果有我跟李冰冰在水里的戏 这事多好办啊 全身湿透了 我尿在水里谁知道 至于说陈道明演技不好 他直言 如果知道他和陈道明的关系 那些媒体也就不敢这么写了 因为他是陈道明的徒弟 但没人在乎这些解释 仍有许多不明真相的网友 当作趣闻八卦去以讹传讹 如果说林心如和李冰冰只是一个开始 那之后的肇事逃逸和殴打保安事件 便是一枚强力炸弹 2008年周杰被爆出因车辆通行问题 监控拍到了他和保安发生冲突 还把保安踢倒在地 他的人品再次遭到质疑 2009年周杰驾驶无牌轿车 与一辆出租车相撞 交警赶到后 周杰已经不在现场了 他的行为被认定为汽车逃逸 还被网友封为周涛涛 在一档节目里 他对这两件事做出了回应 称那个人根本就不是保安 还提出了疑问 对于逃逸这件事 他当时不仅选择了报警 还在原地等待了23分钟后 才离开现场 但和前几次一样 他的解释并没有多少人在乎 接二连三的黑料 让周杰选择淡出娱乐圈 都说隔行如隔山 但周杰从一个演员转行到农夫 把种植水稻的事业做得风生水起 就在疫情期间 他还捐出自己种植的2万斤大米 对于这波非常硬核又接地气的捐赠行为 有不少人质疑大米才值几个钱 但周杰捐的是有机大米 远远高于市场上普通大米的价格 按照市场价68亿斤来换算 2万斤差不多捐赠总额就超过了130万 比很多明星付出的都要实在 从04年就开始致力于公益事业的他 低调做了十几年 却鲜有人知 很多人关注的还是他的黑历史和表情包 就在前阵子周杰的一段采访视频刷爆了网络 整个采访过程他和主持人的对话更像是一场博弈 这让大家突然对他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面对娱乐圈里公认的犀利又毒舌的伊丽静 他从容应对耿直回答 这和传闻中的他属实不一样 采访中谈到关于多次被误解这件事 周杰认为时间会冲淡一切 认为一个让自己不开心的事 还要费心费神费力的解释 这对于一个很懒的自己来说 还是算了更加上市 他是一个好演员 却不是一个好明星 在娱乐圈里他表现得无所适从 虽然懂得那些道理 却没想过成为那样的人 自从远离娱乐圈后 他就当起了一名真正的农夫 对于周杰来说 可能这样的田园生活 就是他想要的吧 每天在社交软件上 分享自己的生活 收藏一些喜欢的画作 更是晒出了自己的豪宅 设计宛如一个太极八卦阵 这简直是加强版的 向往的生活啊 相对于别的因为被抹黑 而消失在娱乐圈的明星来说 他现在的生活可算是人生赢家了 但出娱乐圈的周杰脱下了演员的外衣 将一个朴实无华的自己 展现在公众面前 不得不说 这样的他更让人喜欢 人家说洗白 我说这洗白这词很可笑 洗什么白啊 你把我的衣服破脏了 我把衣服一脱就是白的 你真的能帮我弄黑吗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